展露自信笑容,擺出專業pose 影法素人model,秀出一身熟齡時尚風 要告訴大家,高齡長輩也能很飛眩 寧宮未來館首波特展,由高年級設計師領銜初級 結合年輕設計師和技職學生 針對運動、旅行、志工、居家、工作、社交等六大生活主題 設計潮流又舒適的服裝 像是這套居家服 以條紋的設計帶出文清風 簡約又不是時尚 灑落的原點搭配對比線條 呈現休閒的度假風情 若是您要出門運動 則可以選擇蔚藍的輕便風衣 搭配機能性長褲 兼顧美觀及實用性質 為什麼高齡者和銀髮族 一定要穿那種上一個世紀的設計 為什麼不能夠有屬於銀髮族 現在新的時尚 所以我們請了這些銀髮的設計師 還有年輕的設計師一起來創意 本次高年級設計師特展 在銀光未來館一樓展出 即日起到11月14號免費開放參觀 銀光未來館是全亞洲第一座輕銀共創基地 未來更將成為新北銀髮產業的重鎮 位於三樓的輕銀共創實驗室 歡迎新創業者年輕人及高齡長輩預約進駐 透過跨世代激盪打造新銀的銀光未來生活 就是希望讓銀髮族跟青年朋友 共同來創造未來銀髮族所有的生活 包括衣食住行育樂每一項 我們透過大家的合作 共同的創造設計出來 很快的還會包括住的部分 生活的部分還有吃的部分各方面 我覺得這也未來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這個銀髮經濟學 這個高齡經濟學銀髮經濟學 可以創造很多很多年輕朋友的就業機會 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 新北市同時推出銀光系列計畫 規劃建設許多銀髮生活據點 鼓勵長輩走出戶外 享受精彩的下半人生 中間新聞無量顯板橋報導